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看到一篇文章 那个文章它是一个作者 他去访问了上海的一个非常知名小学的一个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给他看了四年级的孩子 他们写了一些书法作品 说这些孩子去参加了爱国主义教育后来之后 就写了这些书法作品 他看了之后非常的正经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书法作品写的是什么呢 说美帝国主义的恶行庆祝难受 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 什么今世永生难忘之类的 反正好些都是这样 当然看了之后他就很感慨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救救孩子 他说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你在这样子去教育你的孩子 这个本身是一个开放性 都是他世界交往如此密切往来 大家都是一种走向多元化 开放理性包容的一个环境 但在你的孩子教育当中 居然是有如此多的这种仇恨 深仇大恨 让他觉得那这样的孩子如果长大之后 他将怎么去看这个世界呢 他将怎么与这个世界各国的一些民众交往呢 他怎么去和美国打交道呢 因为恶行庆竹难输 那日本是这个深仇大恨 所以当时真的非常感慨 那么其实我看了之后呢 我也是很有这样的一种体会 为什么 就是我认为啊 就是在中国啊 在中共的统治的这么多年当中 其实啊 他一直有一种仇恨的文化 就是他不断的去宣扬 让你去仇恨什么东西 不同的时期呢 还不一样 那么同时呢 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有的时候 可能现在到海外来的这些人啊 这个可能这种体会更深 就是他有时候跟国内去 这个沟通的时候 就觉得很难 有些人讲不起来 就像我有一段时间 我跟比如说我跟国内的家人讲了 这个川普的时候 那听起来觉得都是 有点咬牙切实 说川普他太坏 我说川普哪招你惹你了 哎呀他简直这样这样那样 我听了之后 我说哎呀 好吧好吧 我说不跟你说什么 因为我跟他解释一大堆 我也没时间跟他解释 我说那就说那个 说蓬佩奥吧 我说正好这边有个什么事 他说那蓬佩奥更坏了 恶贯满淫 属于这个这个这个 属于这个全世界的敌人 我说蓬佩奥怎么又成了全世界敌人 所以他最后你就发现你都快 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了 他你讲的那些东西 他就很仇恨 很敌视这些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 我把它称之为叫仇恨文化 那么为什么它独特的呢 其实如果你去到这个 最大部分国家 你像这个西方啊 或者是这个 哪怕是一些东南亚 这个像这个日本啊 韩国啊 就是他没有这种文化范围 就是大家再去沟通什么事的时候 即使我觉得我对他不太认可 我觉得这个人那个 他也不会有这种很仇恨的东西 除非像那种极左的 像Antifa那样 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些组织 他们经常极左的极左翼的 这种组织 他会做一些仇恨宣传 正常绝大部分的人 你刚才接触的时候 他是没有这种仇恨的东西 但是你在国内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 你会发现相当多的人身上 有很多仇恨的种子 仇恨这个仇恨那个 仇视这个敌视那个等等等等 而且有很强的一种保护自己的心 就觉得你们都是欺负我仇视我的 所以我要这样子来抵御 要防御等等等等 所以我把他这种现象 我们把他其实已经归纳成一种文化现象了 因为他不是一个两个人 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仇视文化 那么这种仇恨文化应该说 它形成它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它不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形成的 从历史教育也好 媒体报道也好 然后一些影视作品也好 或者有针对某个国家也好 包括共产主义本身的特点 这种共产主义文化的特点等等 很多方面都造成了中国相当范围之内的仇恨文化 所以我想花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看看能不能去尽量的去削减一下 我们作为华人的这种被共产党影响的 这种仇恨文化 所以我们就要走出 尽量来走出这个仇恨文化 那么造成这种仇恨文化 我觉得第一步就是从小的教育 就像刚才那个学校一样 学校那种教育 那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的时候接触的教育 都是什么就是这个 说这个西方列强 一直是来欺负我们的 就是他们反正不是好人 然后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 侵略中国欺负中国 对吧 那签立了这个信徒条约 那后面又是这个鸦片战争 然后呢 反正就是过去的历史 就是一个屈辱的历史 对吧 然后呢 为什么屈辱呢 就是这些人 就是西方这些国家 都是坏人 列强 帝国主义 都是欺负我们 所以那时候呢 我觉得从小我们接受的 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我不知道现在小学教材 是不是还是这样 是不是更丰富了 反正就是 从小建立起一个初步的世界观 就是世界上基本上没好人 除了共产党 然后这个 这些西方国家都是那个 因为它有例子在嘛 你说这个这个 八国联军啊 火烧人民元啊 但是呢 就是我们跳出来看啊 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呢 这完全是一种误导式的 煽动式的 就是 不是历史教育的 应该有的一个东西 历史教育是不能这样的教育 那我们也可以谈谈 我来看看 谈这个对这个事情看法 我们怎么看 把它给消减开 第一个呢 就是 你想这个 当年有没有发生战争 肯定发生战争了嘛 那八个国家 对吧 形成八国联军 那这个 这个 到中国来 跟中国作战 也可以说是入侵中国 但是 它为什么跟中国中国打呢 其实那时候还不是中华民国 那时候应该是满清政府 它为什么跟满清政府打呢 那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你不能光讲这个战争 你不讲它的起因啊 因为战争的起因 决定了战争是否是正义还是不正义 或者它有道理没道理 或者是 就完全是就是 列强 就欺负人呢 还是说 寻仇 反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那么其实 那个这个 当时这个八国联军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义和团失控 对不对 满清政府 包括慈禧 让义和团失控 他们去杀牧师 杀这个这个 外国的使馆人员 大家知道 一般情况下 你再怎么样 你不能斩来死 如果你动人家使馆人员 把人家给杀了 然后还有呢 就是杀这个这个 中国的这个信教徒啊 就那时候信基督教啊 信天主教这些教徒也杀 就义和团呢 那杀到最后 引起世界上的公愤 他觉得你你这个清政府不管 你不管我们来管 所以他派出了八国军队 来来进攻中国啊 和中国啊 和当时的满清政府发生了战争 所以他是有原因的 那从这个历史来讲 你满清政府 你有没有责任 你你一和团这边 你这样做 有没有责任 你要不杀别人 别人会来这样做吗 所以这里面呢 我觉得一味的说 这是西方列强欺负中国 所以这条理是站不住的 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导致这个战争 虽然说这个战争 并不一定完全是一种正义的战争 啊 但是 就应该说是双方都有过错 对不对 大家可以这样来认识吧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其实即使有这样的战争发生 那我觉得从历史教育的本身 他不能这样的去煽动 这个学生也好 孩子也好 对整个世界的一种仇恨 就好像这个 这个我们是耻辱的历史啊 我们就是这个被欺负的历史 不能煽动这种仇恨 如果要煽动这种仇恨的话呢 我觉得 那最应该煽动的应该是日本 为什么 因为日本这个 看完二战的时候 这个美国把日本打得多惨啊 那个冲绳岛 那个太平洋海战 那个这个广岛长期两颗原子弹 对不对 那你看看日本的教科当中 有没有这样去教育日本过敏 我们要这个 这个这个 激入屈辱的历史啊 去打美帝国主义啊 美帝国主义这个庆祝如山啊 恶行 有这样教育吗 没有啊 那如果这样的教育的话 当时的那个 欧洲的国家应该 大家都这样教育的 要仇恨德国 为什么 因为德国侵略的 二战时候 侵略了这么多国家 对不对 把这些国家弄得很惨啊 这哪怕像英国这样的国家 跟德国那空军打的 一两千架飞机打空战的 你想那什么概念 死了多少人啊 那其他国家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那那个这个这个苏联啊 就现在俄罗斯啊 那更应该去仇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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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德国 是吧 那你德国你看打到这个 俄罗斯一直打到斯大林 应该保罗斯死了多少人啊 对不对 那这个美国呢 反过来美国应该教育仇恨英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 殖民地啊 对不对 那你曾经这样的殖民过我 那美国孩子从小教育 我们要仇恨英国 那英国当时这个欺负我们 然后这个怎么办 这个有这个必要吗 那反过来讲呢 这个英国应该教育仇恨法国 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当初帮助美国啊 一起打赢了这个独立战争 是美国这个独立了 那英国应该仇恨法国 你你法国不关你事 你为什么要帮美国打我呢 我们英国人应该仇恨他 对吧 这个这个法帝国主义的这个恶行庆祝来说 对吧 他们这些国家有进行这样的历史教育 教育吗 那么当然了 如果说真的要这样历史教育 我觉得最应该教育的是什么 欧洲他要可能要仇恨中国 所有的欧洲这个 这个很多国家都要仇恨中国 为什么大家想想看 成吉思汗当年铁蹄 清扫欧洲杀了多少人啊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数据统计 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统计出来的 说现在在欧洲的成吉思汗的后代 就有两千万 这两千万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成吉思汗当时一路刷刷营炼 他到哪边呢 他就去这个强奸人家的名女 这个这个犯人拿过来也好 或者这个抓了女人过来之后 他们这个就是强奸 强奸之后导致人怀孕 怀孕之后还生下来孩子 然后这孩子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两千万了 你说成吉思汗和他大军强奸了多少欧洲的妇女 那这个是多大的耻辱啊 这些欧洲国家是不是在他们教科书上都应该讲起来 一定要仇恨中国 中国太坏了 当年这个成吉思汗这个铁蹄啊 这个伤害了多少人 杀了多少欧洲人啊 强奸了多少欧洲的妇女啊 那他们有没有这样去做仇恨教育啊 你看欧洲人现在跟中国做生意也好 什么也好 他们有这种概念吗 说我们被中国欺负 他们中国列强来欺负我们 有这种概念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是历史 历史就是历史 你不能把成吉思汗做的一些事 那算到今天中国人头上 对不对 你不能把当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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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日本 侵略中国的一些账 算到今天日本人头上 那今天日本人说 他们那时候干的我也没办法 对吧 但是我今天是跟你和平交往的 所以这种历史教育本身就是可以说是 我个人认为是邪恶的 就你作为历史教育 你不能这样教育孩子 所以你就告诉他这个历史 发生了什么事 它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那历史发生了什么事 那原因是什么 对吧 我们呢就是以始为鉴 我们要和平 要理性 要去跟这个国际社会 大家能够共交朋友 和平发展 对不对 所以你习近平去说话是不也这么说吗 要和平发展 为什么教育孩子就是这样教育呢 你不是口是心非吗 表面上好像说要跟国际社会和平发展 但是对孩子教育的时候全是仇恨教育 是不是 所以本身这种教育 也是共产党的一种思维方式的一种延续 它造成了 从基础上造成了一些仇恨的因素 当然了 包括其实这种历史教育 包括这些这个八国联军 还有后来的 像这个 什么国民革命军啊 包括那个北伐呀 包括这些东西啊 反正 这个所有的这些历史教育 就让人感觉到1949年以前 中国人受尽取辱啊 一片黑暗啊 全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万样的旧社会 连过桥都要收税啊 这些 其实现在好像过桥税收的更多了啊 那其实呢 这种历史教育也是不对的 啊 大家知道 其实你要懂一点历史的话 其实30年代 1930年时候 中国的 那时候很发达的 包括上海那时候是 也是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中心 大家不然那时候 那时候上海的 那时候日本的东京的小年轻夫妻俩 如果能跑到上海来 那合一张影 拍个结婚照的话 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哇 我们到上海去拍张 所以并不是大家想象的一片黑暗 包括那时候满洲国 满洲国那时候 它的经济已经达到了超过这个亚洲第一的水平 就虽然那时候日本统治了这个这个这个东山省啊 但是那时候它把经济发展的确实非常好 所以整个啊 就是我们的历史教育 其实都是一种 这种黑暗的仇恨式的教育 以1949年为信 是1949年之后 中国再受再大的苦 再大的难 都是光明的 1949年以前 日子过得再好 再怎么的 全是一片黑暗 全是仇恨 全是屈辱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历史教育 这种历史教育啊 我觉得啊 真的是应该 当然了 现在没办法共产党掌政了 如果以后的话 真的要把它给扭转过来 要彻底地改过来 要给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 而且要用正确的历史观去看这个问题 这是这个中共 这种仇恨教育 引起来仇恨文化的一个第一个因素 历史 那么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就是中共在不断 这个 对国人进行一些媒体报道也好啊 或者影视作品也好啊 反正就是这些这个文学作品也好啊 一直在就是教育中国民动是什么呢 就是外国人啊 西方人 是歧视我们 就是我们是被歧视的对象 就是看不起中国人 这个呢 就是第二点 我称之为叫歧视教育 歧视文化 前面是历史教育 这个就是歧视教育 歧视啊 这个 这个世界走到今天 如果你来到海外 来到海外 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其实在国际社会 现代这种现代文明社会中 歧视啊 这个这个词啊 已经被 怎么讲呢 这种文化已经被消除了 你几乎很难看见 很难看见 更不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歧视 或者这个 对一个种族的歧视 这个是没有的 大家知道 特别是美国这个社会 美国社会 因为以前的时候 确实存在的啊 那时候这个这个 黑人和白人的问题啊 种族问题 就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啊 那时候有 但是后来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发展 那现在呢 这种社会 它已经完全是 快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 我看现在不是歧视黑人了 现在快歧视白人了 在美国的社会 如果你是个黑人 你是个女性 你是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觉得 哇都是觉得 好像很政治正确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是个白人 你又是个男性 或者你又怎么样的话 那动不动说 你不要歧视人啊 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孩子跟我说 他在大学头上课的时候 那个白人男老师 上课就像 天天上课就像成是错误啊 我们这个不能歧视啊 这个这个我们这个 如果歧视是错的啊 等等等 就是感觉有点像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 嗯 其实在美国呢 就是说真的就是人与人之间 他都把大家看得很平等啊 没有这种职业上啊 这种好像身份地位上很多划分 大家可能 我在美国 刚刚接触这边的一些 像我们搞房子啊 比如说这个水电工啊 包括搞装潢的工人啊 那么在中国大家可以想象啊 如果是这个人是就是水电工 或者搞装饰装潢的 哎 很多人就觉得啊 这个是什么那种 好像是不上不了台面的工作 那在美国不是这样子的 美国他们觉得这个是很光荣的 而且说实话 你找一个 你要找个好的水电工 还不容易呢 你他时间排的满满的 美国的蓝领阶层 有的时候他他那种社会地位 真的跟你国内的蓝领 完全不是个概念 我记得我们这个这个市 好像那个市长 他们跟我讲 他原来就是个烟囱工 通烟囱的 通烟囱的 后来这个 这个大概是竞选市长吧 大家人不错 各方面就去选上了 大家想想看 一个国家 他一个烟囱工 可以竞选上一个市长 你说这个国家 他有这种歧视文化在吗 当然 我在新潮西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很多好几个华人 从中国来的 没有什么文化的 阿姨 在人家家里面 给人家这个做女佣吧 打造卫生啊 看孩子什么东西 你跟他交流 你说主人歧视你吗 他对我们都非常尊重 对我都非常尊重 就是没有这种 就是他们已经有这种 非常现代化的意识 就是说歧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不能去歧视不同的种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肤色 这个是一种 这种文明社会的一种共识 基本上是全世界文明社会 一种共识 如果你去说一个人 你说你提示什么东西 他会很生气的 他会觉得你侮辱他 我记得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 一个移民律师跟我讲过一个话 他说有一次一个移民官 他就问这些问题 后来被问的对象 他就觉得他回答不了 他最后就很生气 他说你 我说我感觉你歧视 你歧视我们这些人 那个移民官很着急 他说我没有歧视 我没有歧视 他就是歧视 然后他非常生气 然后那个人就啪走了 然后后面进来下一个面试的人 然后移民官就急了 移民官就问他说 他说我歧视他 你觉得我歧视你了 我歧视你们了吗 然后他说没有 没有 对 他说你通过了 我批准你通过 你通过移民了 移民审核了 他说真的 所以当时律师跟我讲这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笑了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说明什么 就是说当你去说一个美国人 他歧视别人的时候 他是他真的很在意的 真的很在意 我还有一件印象非常深的事情 就是我那时候 在纽约的时候 我采访纽约市的移民局的局长 一个女局长 他当时正在给什么 正在给在纽约的非法移民 包括中国人 就中国你没有 没有任何身份的人 他给他发一种市民卡 你凭这个市民卡 就可以去办银行卡 去办什么很多东西 就等于说 因为你如果没有身份的话 你很多东西办不了 当然凭这个卡 你就可以去办 就相当于 让这些非法移民 可以有类似于合法移民的这种身份 他可能到外地不行 但是在纽约大纽约地区是可以的 它叫市民卡 那么我当时采访这个局长 我说你为什么要 因为这里面很多华人都去办 他也积极帮助 我说你为什么要去这样的帮助这些非法移民 而且我说我当然因为我是华人媒体 我是指标和代表华人来问 你猜移民官怎么说 移民局局长他怎么说 他说 其实我非常愿意帮助华人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发现了 他其实华人都非常的勤劳 他说他们其实来到美国之后 他们所付出的远远高于他们所得到的 说这样的人其实应该值得尊敬的 所以我们很愿意为这些华人服务 哪怕他们是非法移民 我当时听了我真的是 我好感动啊 我当时想 我说这个是美国纽约市移民局的局长 对吧 那些在国内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 他这样说的你什么感想 但共产党给你教育 说这些美国人歧视我们 看不起我们的时候 人家却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种歧视文化 就歧视教育是共产党造出来的 也是共产党造出来的 我不能说这个社会一点歧视没有 这个绝对化了不合适 但是这种普遍的歧视是绝对不存在 如果说存在我倒觉得存在在哪里 存在在中国大陆 你是个局长 你就看不起那个副局长 你是个副局长 看不起那个处长 你处长看不起那个科长 你个当官的看不起老百姓 对吧 一级一级压四人 然后你要是做一些蓝领工人的话 给人家什么环卫也好 或者是水电工也好 或者这种 咱们叫什么 那些城市里面 专门给人建房子的 对吧 农民工也好 好像一层看不起一层 其实那是歧视 我跟你说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在国内 我个人认为普遍存在 普遍存在 特别是 你看现在好多片子拍剧 好像这个人有钱了之后 他就怎么样 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其实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在很多哪怕是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很多时候你去澳大利亚 你去真正接触这些民众之后 你就发现他那个国家 他没有这种歧视的文化 他没有这种歧视的眼光 你只要是通过劳动获得的 他都觉得尊重你 对吧 尊重你 所以他这种文化都不可能在 他怎么可能去看不起你中国人 其实我跟很多美国人都聊过 美国人他觉得 哇 现在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人感觉是什么 中国人好有钱 中国人好有钱 因为到外国来旅游 你看那人买包什么东西 然后都觉得 哇 是不是我们以后办企业 找个中国人来投资 他说这种想法 对吧 所以这种歧视呢 这种看不起 因为很多时候中国人有了这些 被教育到这种歧视的东西之后 他很脆弱 脆弱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不能去讲中国任何问题 有一次比如说我跟亲戚讲 我说是现在中国的大气污染 然后大气污染 这个很正常吧 在你一讲之后 他立马就说我们中国很好 你不要看不起我们 我说我没有看不起你 我是在说大气污染 该怎么办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比如说 就有些问题根本就不能跟他说 比如三峡你不能说 三峡那是我们国家的荣耀 我说不是那个东西 它在水利上有很大的问题 你看不起我们 你动不动他就来 所以这种歧视文化 其实也让很多中国人 他对这个 包括你跟他好好讲都没有用 他都觉得是受到一种伤害 然后他反过来会产生一种仇恨 你们这些人很坏 看不起我们 所以到时候真的是这种 我觉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说实际上话 所以这是中国这个 中共啊 这个去教育民造成仇恨文化的第二个因素 就是歧视教育 第三个呢 这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华势力 是在国内啊 大家经常在这个文章当中看到这个啊 什么反华势力 亡我之心不死啊 反华势力怎么怎么的 谁谁谁是反华势力 谁是反华势力 然后呢 这个民众啊 就是哎呀攻击啊 说你不爱国 然后这也怎么样 说啊国内的人 反正稍微说一点 就是他不爱国 国外的人稍微说一点 他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好像就是 就什么 就反华势力所为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但是呢 其实这个呢 也是一种 这个 煽动民众仇恨的一种方式 呃 这个问题怎么说 我其实我谈谈我的看法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它不存在反华势力 但是呢 它有反共势力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反华吧 因为华是什么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是个国家 对吧 那么它是这个地域中 生活这么一个人群 啊 它有它的这个民族啊 比如它是汉族的啊 它是歹族的 所以你反华怎么反了 啊 你反一个国家有什么反途呢 特别是到现代社会了 对吧 那 都强调这种 国际化合作 对吧 强调这个这个 多元化文化 啊 强调这个世界 这个这个走向 这个这个 这种 共同发展啊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反华有什么意义啊 为什么要反华 就包括 你看这个 这个 这几年啊 应该说中美关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吧 中美关系发生了 原来是这个 合作观伙伙伴嘛 现在是一种竞争和敌对的关系 就这样 大家看 美国的前任副总统彭斯 对吧 那个彭培奥 啊 包括他们国防部门 他们在发言的时候 他们都一直在区分 中共 和中国人民 他说我们 这个 对中共的所作所为 我们是不认可的 但是我们对中国人民 我们是认为 他们是被中共 所欺骗或者迫害的 或者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的 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看法 对吧 就是你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中共政权就是中共人 大家希望人分得很清楚 那么中共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很多反共势力呢 说白了 就是共产党这么多年 他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 对吧 而且确实在世界上 绝大部分的正常国家 他是不喜欢共产党 对吧 你要说美国做个调查 那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他都对共产党没有好感 因为共产党搞政治运动啊 迫害呢 六四啊 现在香港那个什么 反送中这些事件等等 那中共包括他这种体制 这种就是 一人之上的这种 这种集权体制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中共这个不断的撒谎 这些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所以这种事件上确实存在很多 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 包括很多地方 它确实存在反共势力 特别是还有很多是从国内出来的 像六四的民主人士 各方面出来 那么他们也都是 其实很多反对共产党 不喜欢共产党 为什么 因为你邪嘛 对吧 你不讲道理 你乱来 对不对 那么大家 有的人可能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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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好像在中共的统治下 中国经济还是发展 那经济发展是我们的承认 对不对 但这个经济发展 到底是你中共的功劳 还是要功劳 我们以后再探讨 我们可以去分析这个事情 这事情我想也可以说清楚 但是我不能因为你经济发展了 所以你把这个迫害民众 中共不断的现在越来越紧 像把中国现在带入类似于文革这种状态 而且在世界上出了这么多事情 还要人家喜欢你 不可能 所以在世界各地 确实有很多反共势力 那么反共势力跟你老百姓啥关系 共产党它是一个政党 它是代表它一个党 它也不是代表中国 共产党是共产党 中国是中国 中国是个国家 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 中国人民是14亿中国人民 然后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 它有五千年的文化 共产党才纪念 所以共产党它就喜欢混交这些东西 作为共产党它喜欢混交这些东西 而且把针对共产党 比如你共产党做一件不好的事 人家对你提意见的时候 它就把老百姓全踏起来 说14亿人民是支持我的 我经常看到人说 请不要代表我 我不属于私事 你支持你这么一个 当然有多少人是不愿为代表的 那也很难说 反正我觉得现在好像是越来越多 所以当这个世界上有这些 共产党一说什么什么反华势力的时候 一说什么反华势力的时候 就大家一定要记着 说这些人 其实他们并不是针对你们来的 他也不敌视你 你也不要去敌视他 共产党想把你和他连在一起 让你觉得他们是敌视你 其实他不是敌视你 他真的不是 对吧 那你比如说就像香港这个世界 对吧 那英国就说 你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你违反 我们联合声明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然后你说 然后共产党说什么 说这个是历史文件 历史文件 那我们签了协助校期至少50年了 你说历史维建之内 那人家这种签 他肯定提意见 肯定通过决于制裁 肯定通过决于反对 那你说他是反对共产党这种政策呢 他还是反对中国人民呢 他明明就是反对你共产党这种政策嘛 那共产党他配要把你这些人民给拖上 然后又是西方反华势力 亡我之心不死 然后又煽动老百姓在那仇恨 所以今天我们总结一下子 我刚才讲了三点 就是这个中国有的这种所谓的仇恨文化 是共产党怎么造出来的 第一个是历史教育 第二个是歧视教育 第三个是所谓的西方反华势 这三种因素造成了很多国人 有这种仇恨在 但是这是不是仇恨文化的所有呢 并不是 那么我想就是我们 因为他一下子可能不一定讲得完 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继续来分析 造成中国仇恨文化的另外的一些组成部分 另外的一些因素 我们该怎么认识这些问题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然后呢同时也希望也跟我们留言 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些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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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